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 你以为你真的能从暗区突围吗? 暗区突围 最强的五支手枪 你知道是哪几把吗? 暗区突围 理解活动的核心 你才能体验最爽的战斗 暗区突围安全模式 你真的看懂了吗? 想要玩好这个模式 首先你要先清楚 这个模式的意义是什么 不要装备,不用钥匙 虽然消耗品会没 但是稳赚钱 这代表这个模式 就是面向新手的无敌体验模式 除了战斗爽之外 还没有高强度的对抗压力 可以圆支圆为了起来暗区的玩法 无论是新老玩家度较好的体验 但是 诶,你的带出物品收益只有40% 所以这里要注意了 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模式收益最大化 只有一套高磨损的甲 然后消耗品可以少带 当然子弹这玩意儿肯定要带 你可以选一些性能好的枪 打便宜子弹 这样肯定收益最大化 但是也面临着一个问题 因为头甲不掉耐久 啊对 现在头也不掉耐久了 所以肯定会有人起着高磨四级脚 或者五级脚 面对这些人 肯定会吃一些子弹上的馈 除非你技术非常厉害 所以不建议这么玩 毕竟这个模式的阻止还是爽 所以不要贪图利益最大化 就算你中规中矩的集装 只要不是太彩 也是稳赚不赔的 最主要一个原因是 没必要打游戏折磨自己 毕竟咱们都是玩游戏 不是游戏玩咱们 咱们再来说减垃圾能赚钱吗 我觉得不行 而且也没有必要 收益削减60% 垃圾出来根本不值钱 而且还比较无聊 其实这也是违背这个模式的阻止 就算你子弹花了很多钱 你在局内正常收益也远超这个 不如直接放开 一局直接把之后承担风险资金全部赚毁了 当时自己玩得越来越爽 不用耐硬撤离不了的问题 但回到赚钱这个问题上 一般平均打2分钟能拿个10万左右 其实赚不了多少钱 但这个模式关键并不是为了让你疯狂敛财 而是让你努力尝试更多玩法 加上段位也有限制 所以面下新手 以及不熟悉地图的人 也可以算是训练模式 所以想赚钱的人还是去正常打吧 正常普通剪剪垃圾也比这个挣得多呀 相信说了这么多 大家已经找到自己玩这个模式的定位 对于你想怎么玩呢 不妨交流 按去最强的五把手枪你知道是哪一击吧 别以为手枪就是垃圾 某些情况下手枪也能打穿6套 第五名MP9 优点可以算是手枪中的冲锋枪了 半自动开火模式 射速也比较快 后座的一个散步都比较小 能加描具枪托以及消音 缺一点就是改不了 缺少一个更大的弹夹 所以说续航有一定的问题 最主要是性价比看优务啊 第四名M45A1 优点是M1911现代的改良型 人机空下位腰射表现都比较出色 而且经济实惠 当半自动训练墙确实不错 但缺点是可爱部件较少 只能加个消音器 瞄准镜都不能加 也就只能当个训练墙 第三名沙漠之鹰 使用点44子弹 伤害高 近距离作样能力出色 狙载的不爱选择 而且并不依赖改方 价格还是可以的 但缺点吧 射速慢 弹夹只有八伐 还是续航的问题 实际作战不推荐 第二名F57 登机工医药非常高 属性面板非常不错 手感也好 射程远 散手枪中的顶流 也可改新高 可根据玩家需求自行改装 缺点就是子弹价格不便宜 有时候会出现子弹比枪贵的 第一名G18C 此为暗驱突围仅有两把 全自动开火模式的手枪 射速可为是非常快 甚至比某些充分枪都快 近距离爆发猛 能够快速输出 改装完成后 能更上一层楼 缺点就是射速高带来的不稳定 只适合近举例作战 并且无法加装消音 声音较大 以上只是主观上的排名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手感 所以你心中的前五名是这几 有没有一种可能 身为特浅的我们 或许永远无法逃离卡莫娜这片土地 在最新剧情中 狄克文森试探性向我们发问 有没有想过离开卡莫娜 如果我们想离开 他哪怕给我们套上麻袋 要将我们留在卡莫娜 当然狄克文森说了 自己只是开玩笑 可回头想一想 这难道不是一种试探吗 从初次来到暗区突围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